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二百三十回 已经晋升到了宁业境初期 加上他渡劫时候的奇遇 以及进阶之时吞噬的化精期赤胶身上材料的炼化 他的功绩呢 已经远非普通的宁业期修饰的肉体可以承受了 而柳明在周身赤胶鳞片 鸣鼓爵以及龙虎鸣玉宫的加持之下 肉身也绝非一般的宁业后期炼体式可比 两相比较之下 似乎还是柳明肉身防御更胜一筹 因此骨蝎蛇手虽然说功速惊人吧 空中暴鸣之声不绝于耳 但是除了在柳明周身鳞片上留下了阵阵白点儿和叮叮当当之声外 始终没有办法攻破他的防御 但却也让柳明在其攻击下不断的呲牙咧嘴 也是不到好受啊 与此同时 两只铁员傀儡呢 似乎毫不愿落后 各自掏出了一根两丈长短 手腕粗细的金刚铁棒 不由分说 冲着柳明周身上下一阵猛烈的锤打呀 并不时的发出了呜呜呜的吼声 柳明双手握拳 助力在中央 任那骨蝎和傀儡兽对他进行攻击锤打 不时的发出一阵闷哼吹声 体表黑色龙虎流转不绝 额头及双手鳞片之下轻轻爆起 阵阵痘粒大的汗珠不断的冒出 脸上痛苦之色 是更胜之钱呢 除了正常的打坐调息之外 柳明如此每日使用 数种刺行配置的林叶沁色肉身 并埋身吃阴沙当中呼吸吐纳 随后通过召唤出来的骨蝎和傀儡兽 锤打身体的各处一个时辰 好让药力能浸透周身经脉骨壳之内 让肉身的在其所构成的阴气环境之下 进行不断的锻造 已经快达半年光景了 这一天 柳明在又一次经历了 足足五个时辰的吃阴沙和骨蝎傀儡兽 对肉身的退炼之后 回到了山腹内另一件石屎之内 盘坐地上单手掐绝 当即就将心神又沉浸到了神石海中 神石海中那黑白二色的混天碑 还静静的悬浮着 沙漏下半部分银色沙力 较之离开满鬼宗的时候又多了一层 为其多想 柳明神念一动 随着黑缸一闪过后 那本厚厚的龙虎鸣玉宫 黑色点击当其浮现 随其翻动了起来 这半年来啊 他每日里都在参悟这第二层的法觉 虽说呢 还没有参悟透彻吧 但是 其通过外力断体所获得的效果 却和书中所述相似 虽然进展似乎并不快 要修炼完第二层 没个十数年 看来是完不成啊 柳明想到了这儿 心中不免一番叹息 但是 他却未曾想过 那龙虎鸣玉宫第二层 您修炼完了 便可直接进阶到宁业后期 数年之内 便由宁业中期进阶宁业后期 这种速度 放眼整个云川大陆 即便是那些天资卓绝 精彩绝艳的大宗门和亲弟子 也是不敢想的呀 要知道即便是天灵脉地灵脉 那般修炼的天才 在宁业期呢 也往往一致十数年 甚至数十年 毕竟大多修仙者呀 在进阶之时 所欲之修炼的瓶颈 需要的 不仅是长时间的苦修 更需要的是机缘和运气 看来这龙虎鸣玉宫的 断体修炼 还需要坚持下去 不过 这断体所用之灵液 已经不够了 既然其效用不错 这次呢 可以多采购一些 柳鸣如此思量 当即不再犹豫站起了身 稍作整理之后便来到了洞口 随之袖子一抖 一团青光飞射而出 在掐绝一点过后 当即呢 青光迎风一晃 化为了树杖大小的青色非洲 在身形一晃 就稳稳地站在了非洲的前端 单足轻轻一点地面 机关非洲嗖的一声 化为了一道青光 朝着青州仿式方向 积一舍而去 以地灵脉的资质 也未能位列六子之内 哎呀 看来这云川大陆 虽只是这世界的偏语一角 沧海中的一个岛屿 但其底蕴之深厚 也不是普通人能想象的呀 一个月之后 柳明再次回到了洞府 他这一次访试之行啊 不仅说收获颇丰 采购的配置锻铃液的材料 足够未来几年所用 同时呢 在访试九楼店铺中 传得沸沸扬扬的 那便是关于云川联盟 三针六子当中的六子 终于评选出来了 作为未来将被倾注 全大陆宗门之力培养的六子 被选上者不仅是 对其潜力资质的肯定 更是大大的增加了其 未来进阶化精期的可能性 甚至于连进阶传说当中的 假丹真丹气也似乎有了一丝可能 毕竟啊 修炼除了资质苦修机缘之外 修炼资源那同样是重中之重 有的时候甚至于说超越了前面三者 而大多数散修和家族中修炼者进阶 甚至开灵的成功率如此之低 便是其修炼资源的匮乏造成的 当年的白剑就是最好的例子呀 即便说不能够成就传说当中的假丹真丹 能够成为一名化精期强者 在未来抵御海族入侵过后 开宗立派扬明云川 那自然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毕竟放眼整个大陆 化精期也绝对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强者了 三针的评选毕竟是在少数人中产生的 而且早已尘埃落定 因此全大陆对此次六子评选的关注程度之高 也非其他任何事情可比 这就如同盲鬼宗掌门和黄师兄所言一般 高充作为盲鬼宗推出的地灵脉弟子 并未被选为六子之内 而同为大选国的天业宗张秀娘 以及柳明之前有所耳闻的元摩门 叫叶天宇的天灵脉弟子名列其中 而其他次人则为其他宗门的天才弟子 柳明对于此事虽然说有些关注 但与其三灵脉资质与六子却没多大关系 对于他来说当务之急还是修炼断体最要紧了 柳明沉思过后便又盘坐在石室内 开始打坐调息 如此又过了半年 这一天正当柳明将数种断体灵药涂抹完全身 准备开始深埋赤阴沙当中之时 其腰间某只皮带中却发出了嗡嗡的声音 自当初在元摩宗镇腰塔六层所连之秘境空间中 非如此魔头一番机缘巧合 吞噬了上古封印巨魔之族所化之灰尽后就一直沉睡 这期间呢柳明也试图联系过他 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反馈 好在后来其通过神石扫过之后 发现确实只在沉睡并无大碍 毕竟同样的情况在古歇身上发生过 这次皮带先无征兆的发出嗡嗡声响 倒要柳明差语之日一日 这眉头也不觉闪过了一丝欣喜啊 当即他顾不得刚涂在身上的灵液 便单手一拍皮带 只见一团黑色一冲而出 在空中滴溜溜溜溜之后 伴随着几声熟悉的嘎嘎的观笑 一颗满头绿发的男人的头颅便浮现在空中 这正是那沉睡已近两年的魔头飞炉 只是集体表叫之沉睡之前呢 似乎多了一层淡淡的黑气 而当在飞炉出现的瞬间 柳明临海又就微微一跳 就如同呢当初入那原魔宗 路过那被传闻为上古巨魔头颅所画的巨魔山之石一样 虽然说只是一闪即逝吧 倒也是着实让柳明为之一惊 在其定下心神 透过神识对飞炉一阵打量过后 心下当即又是一喜 要知道 当年生死试炼 收复此魔头的时候 柳明呢便通过神念之力的联系 了解到其原本应为四品魔头 也就是宁业初期的修为吧 在早些年 其在与第一场大战过后受了重伤 从此境界便直接跌到了灵途后期 龟如全等人 为了使其能够慢慢恢复到四品宁业其修为 便一直将其封印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也未曾将其放出来过 直至宗门大笔前的孤注一致 未能在宗门内稍稍挽回九英一脉的地位 便通过深海航光铁打造的扶摸链的辅佐 将其赐予了当时的大师兄石川 柳明还尚未进阶宁业期成就灵师之时 飞鲁在与敌交战的时候的表现 就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了 况且以柳明当初的修为 也未见什么不妥 对于现在的柳明来说 飞鲁的领途后期实力却着实呢 有些捉襟见肘了 但柳明对其未来的潜力嘛 却又一直十分的期待 苦于能助其恢复的魔精十分难得吧 在圆魔门得到的那一小袋魔精 虽说都给魔头吞噬 但是柳明心中对其 是否足够帮助飞鲁恢复修为 也并非说有十足的把握的 现如今这飞鲁散发的气息啊 可是实打实的宁业期的修为 而且似乎呢 并非仅仅是初期那么简单 这足以说明其以前所受的伤势 必定已经痊愈 成为了真正的四匹魔头 这怎么能不叫柳明内心欢喜呢 就在此时 忽闻一阵闷雷轰鸣之声 从山外天空之中隐隐传来 虽说身处山腹身处 但听着阵势啊 似乎并非普通的雷雨前的闪电 轰鸣可比 柳明不禁眉头一皱 一抬头 却见那魔头双目之中 赤红色火焰跳动 脸上表情流露出了一丝惊恐之色 随即又被一丝争鸣所代替 看来你的造化到了 应该是吞噬的那只剧足 所化之灰烬的功效 柳明心下誓言 脸上恢复平静 早在满鬼宗内 柳明便通过查阅典籍了解到 有些妖兽魔物也同人类一般可修炼进阶 修炼本身那便是逆天而行九死一生啊 而妖魔兽其艰难程度 较之人类又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上苍对修炼者的试炼 旁人也无法主动出手相帮 但是为其临时布置一些法阵辅助 并在其肚结之时为其护法还是能够做到的 走 柳明不再迟疑化为一道洞光冲向了洞口 后面飞炼嘎嘎怪叫之声 是紧随其后 想通过待在山腹之中 躲避天雷 那是痴心妄想 不仅洞府在天雷牵引之下将毁之殆尽 况且时室内空间如此狭小 也不利于飞炼杜劫啊 不多时 柳明和飞炼便来到了洞府外一处较为平坦的山地上 只见空中一阵狂风大作 洞府所在山脉上空 乌云压顶云中闪雷阵阵 似乎随时都会在轰鸣声当中落下 柳明是二话不说 边红处符中掏出几枚红色阵席 在飞炼周边几个位置插下 同时单手掐掘阵席随即消失 一层淡红色的符纹随波纹荡雅而出 化为了一层红色光幕照住了中间的飞炼 光幕外空气在高温之下开始微微的扭曲了起来 这套火云阵是半年前外出采购之时 从一名散修手中偶然购得 对雷电之力稍有克制 没想到在这儿倒派上了用场 柳明说吧 一拍腰间养魂带 黑霞过后骨蝎一闪而出 这次换你再次看守他 古雀听后 思思怪叫遍一个跳跃 在距离红色光幕外两三丈处立定 一副警戒的模样 此处山脉 人际罕至 皆天地元气不足 虽说一般来说 不会有人族修饰途径此处吧 但天地异象之下 还是可能会引来附近一些其他妖兽的 而飞炉杜劫之时那自然是忌讳 外力打扰的呀 做完了这一切 柳明身形一动 接着足下黑气一帽 将其一托而起冲天而去 空中的乌云哪 越聚越多 接着银色雷弧 默然之间大作 一阵乌云翻滚当中 一根根银色电弧挨个从空中坠下 电弧直冲飞炉所在而来 当鸡在飞炉上方红色光幕天时 发出了嘶嘶的声响 红色光幕当中的红纹流转当中 却在受根电弧过后 横然碎裂开来 化为了点点红光 便凉失在空中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记第231回